甄妃当年从井里被捞出来的时候 据说是四肢弯曲处于挣扎的状态 把旁边打捞的太监都吓坏了 那当年慈禧让崔玉贵把甄妃推到井里淹死 为什么在时隔一年之后又把她捞出来了呢 在说之前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甄妃 甄妃 她她拉氏 满洲香红旗 原户部又是郎长絮之女 甄妃是在光绪二年 也就是公元1876年2月初三日出生 她比光绪小五岁 比井妃小两岁 光绪十四年9月24日 她与姐姐进宫 参加为光绪皇帝举行的选美大赛 结果姐妹二人双双入选 十天以后 即光绪十四年10月初五日 15岁的姐姐被封为井平 13岁的妹妹被封为甄妃 甄妃住在东六宫的井仁宫 光绪十五年2月28日 为她们姐妹举行平的册封礼 光绪20年正月初一日 井平、甄妃分别被进封为井妃 甄妃 甄妃的性格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很多姑娘 大大咧咧 没事逛个街 吃个零食 而且当年甄妃还迷上了摄影 喜欢拿着相机到处去玩 到处拍照 慈禧看她不顺眼 就让人把她的相机全砸了 说 这相机是妖怪 因为过去的那种照相机 是那种一个大盒子 照相的时候 在旁边还有个闪光灯 咔嚓一声 那闪光灯太闪了 能闪吓人的眼 慈禧就说了 照相机能把人的魂给吸进去 是奇迹银巧 坚决反对甄妃照相 没想到 后来慈禧自己十分热衷照相 成了照相狂 据记载 在现存的皇家照片中 慈禧的照片有三十种 共有七百八十六张 仅那张书头拿团扇的照片 就吸引了一百零三张 其中部分照片还上了颜色 在当年封建社会真妃的性格 还特别像男孩 喜欢没事的时候 穿着男人的衣服 经常穿成个小太监 小侍卫 跟光绪玩角色扮演cosplay 慈禧看不顺眼了 经常找借口教训真妃 有一次光绪给真妃送了一件 用珍珠做的马甲 慈禧老太太吃醋 我都没有珍珠马甲穿 说真妃太奢靡太浪费 非得把珍珠马甲拆了 然后还把真妃关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慈禧突然发动政变 将光绪皇帝囚禁于迎台 同时将真妃也幽禁起来 后来八国联军来了 慈禧一看这不行 人家的长枪大炮太厉害了 万一北京城被打下来 我不就成了俘虏了吗 不能在紫禁城住了 赶紧跑路 慈禧在提通跑路之前 就想起真妃还关在小黑屋里 于是就让崔玉贵给真妃一杯毒酒 想让真妃自己喝下去 真妃自然是不会去死的 都到了这个生死关头了 哪还管得了这么多 真妃把慈禧骂了个狗血喷头 凭什么让我去死 慈禧勃然大怒 就让崔玉贵把真妃推到这口井里了 可怜的真妃 在落井之前淒厉地大喊 光绪 来世我再与你做恩爱夫妻 这一天 就是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即慈禧出逃前一天 真妃死时 年仅二十五岁 慈禧带着光绪皇帝 逃到西安躲了一年 虽然避开了八国联军 但是慈禧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做噩梦 眼一闭 真妃的脸就出现了 眼一争 真妃的脸又飘走了 这把慈禧老太太给吓得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所以 慈禧决定 让人把真妃捞出来 当时 宫里的太监把真妃捞出来的时候 真妃的脸色惨白 已经面目全非 全身浮肿 部分地方都腐烂了 四肢弯曲处于挣扎的状态 把旁边打捞的太监都吓坏了 后来真妃葬在了京西的恩纪庄 一年过后 慈禧见北京城没事了 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西安回到北京 回京后的第二天 慈禧就追赠真妃为真贵妃 然后 慈禧救命人把这个井口给她弃上了 这个石头中间还横了一根铁棍 美其名曰 别再有人掉进去 其实 慈禧是怕这里边 有什么东西出来 清朝灭亡以后 溥仪小朝廷在1913年3月初二日 从地宫中起出真妃金关 3月初三日 真妃金关由恩纪庄 奉一到正阳门火车站 用火车拉运到清西陵梁阁庄行宫 同年农历11月16日 真妃的金关 安葬在崇陵妃远寝地宫 1921年4月24日 溥仪以真妃温宫宿主 追逝为 克顺皇贵妃 另外提一点 真妃地宫没有被盗 所谓的夜到真妃墓 实际上到的是井妃地宫 川崇险羽杰在地宫没有被盗